今天是父親節 大家有沒有跟你的父親外出外吃一個晚餐 度過一個溫馨愉快的父親節呢?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的 如果你父親不在身邊 你也在外面工作趕不到回來 很多朋友都會打個電話 或者是留個電信 跟爸爸說一聲 父親節快樂的 現在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是有關一位七歲的小朋友 是男生來的 他是一個單身家庭 因為他的媽媽很早就離開了病世了 只是跟爸爸相依為名 兒子上學的時候 你知道小朋友之間 肯有時是患痞 會受傷回來 他爸爸看到就很心痛 覺得好像照顧兒子 不太周竄 令他受傷 好像愧對他的亡妻 他很多時候 他因為要出差 他就要留下兒子在家裡 他出差當日 他就要趕火車 早餐都沒有時間陪兒子吃 就要匆匆離去 一直在工作的時候 又會擔心兒子在家裡 有沒有飯吃呢? 他會不會哭呢? 一個人的心經常都放不下 就算他去到出差 都不時打電話回家 你有沒有事啊? 不過幸好 兒子很生性 叫他爸爸我OK的 你不用擔心我 你做事吧 雖然因為他心裡 事時都很牽掛著 所以他很快 就把他應該做的事情處理了 就立即回家 不會多餘了 是逗留的 那他這次回家的時候 兒子已經睡著了 他就覺得鬆了一口氣 最少他也睡著了 今天應該沒事發生了 那因為他老徒是很累的 他覺得 哎呀很累很累 我去休息了 那他準備上床的時候 當然要揭開一張皮 一揭開一張皮之下 竟然下面有一碗麵 是泡麵 是打捨了的泡麵 他一看到 他就很生氣了 他就在他熟睡的兒子的屁股那裡 朝著那個方向不停地打他 他說你為什麼這麼頑皮 為什麼要激怒我 你這麼橫皮 為什麼要把皮弄髒了 誰要去洗呢 其實這個是他太太死後 第一次看罰他的兒子的 他打完之後 他兒子就哭著地說 我沒有啊 我沒有橫皮啊 爸爸我沒有橫皮啊 這個是我為你準備的晚餐 原來兒子 是為了配合他爸爸回來的時間 他故意泡了兩碗泡麵 一碗自己吃 另外一碗是留給他爸爸的 他又怕他爸爸的麵會冷了 所以他放在麵皮底下 補溫 而他爸爸揭皮的時候 當然是會濃回這碗泡麵 所以就全皮濕了 他爸爸聽過之後 當時的心很難過 緊緊地抱著兒子 看著那個皮旁邊的碗 已經打翻了 已經是脹了 浸泡麵 他對兒子說 兒子啊 這個是世上最美味的泡麵 最好吃的晚餐 大家聽過之後 這個七歲的小朋友 都為他爸爸準備他的晚餐 你們和爸爸出外吃飯 如果你也有朝一日 為爸爸準備一個晚餐 和他度過父親節 我想他這個晚餐 比外面的山珍海鎖 會覺得更加好吃 這個小孩子 真的很孝順 很愛吃的爸爸 希望這個故事 會大家聽過之後 覺得 我有朝一日 都為我爸爸準備一個晚餐 令他吃得心甜 開心 有一個難忘的記憶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愉快的父親節 今天是父親節 大家有沒有和你的父親 出外吃一個晚餐 度過一個溫馨愉快的父親節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 如果你父親不在身邊 你也在外面工作趕不到回來 很多朋友都會打個電話 或者是留個電訊 和爸爸說一聲 父親節快樂 現在和大家說一個故事 是有關一位七歲的小朋友 是男孩子來的 他是一個單身家庭 因為他的媽媽很早就已經離開了病世了 只是和爸爸相依為名 他兒子上學的時候 你知道小朋友之間 有時候是患痞 會受傷回來 他爸爸看到就很心痛 覺得好像照顧兒子 不太周竄 令他受傷 好像愧對他的亡妻一樣 很多時候他因為要出差 他就要留下兒子在家裡 他出差當日 他就要趕火車 早餐都沒有時間陪兒子吃 就要匆匆離去 一直在去院工作的時候 然後又會擔心兒子在家裡 有沒有飯吃呢 他會不會哭呢 一個人的心經常都放不下 就算他去到出差 都不時打電話回家 你有沒有事啊 不過幸好兒子很生性 叫他爸爸我OK的 你不用擔心我的 你做事吧 雖然因為心裡 事時都很牽掛著 所以他很快就把他應該做的事情處理了 就立即回家裡了 不會多餘了 逗留的 那他這次回家的時候 兒子已經睡著了 他覺得鬆一口氣 最少他都睡著了 今天應該沒事發生了 那因為老徒是很累的 他覺得很累很累 我去休息了 那他準備上床的時候 當然要揭開一張被子 一揭開一張被子之下 竟然下面有一碗麵 是泡麵 是打捨的泡麵 他一見到他就很生氣了 他就在他熟睡的兒子的屁股那裡 朝著那個方向不停地打他 他說你為什麼這麼頑皮 為什麼要激怒我 你這麼頑皮 為什麼要把一張被子弄髒了 誰要去洗呢 其實這個是他太太死後 第一次他看罰他的兒子的 他打完之後 他的兒子就哭著地說 我沒有啊 我沒有頑皮啊 爸爸我沒有頑皮啊 這個是我為你準備的晚餐 原來兒子是為了配合他爸爸回來的時間 他故意泡了兩碗泡麵 一碗自己吃 另一碗是留給他爸爸的 他又怕他爸爸的麵會冷了 所以他放了在棉皮底下 去保溫 而他爸爸揭皮的時候 當然是會濃回這碗泡麵 所以就全皮都濕了 他爸爸聽過之後 當時的心很難過 緊緊地抱著兒子 看著那個皮旁邊的碗已經打翻了 已經是脹了 浸泡到軟了的泡麵 他對兒子說 兒子啊 這個是世上最美味的泡麵 最好吃的晚餐 大家聽過之後 這個七歲的小朋友 都為他爸爸準備他的晚餐 你們和爸爸出外吃飯 如果你也有朝一日 為爸爸準備一個晚餐 和他度過父親節 我想他這個晚餐 比外面的山珍海藏 會覺得更加好吃 這個小孩子 真的很孝順 很愛吃的爸爸 希望這個故事 會大家聽過之後 覺得 我有朝一日 都為我爸爸準備一個晚餐 令他吃得心甜 開心 有一個難忘的記憶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愉快的父親節